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这一门课我们预期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想多数同学系列预期就是你可以学到一个很潮的人工智慧 我知道说从今年开始人工智慧这个词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的热门 大家政府industry 通通都在讲人工智慧这个词 但人工智慧是什么呢? 人工智慧其实一点都不是新的词汇 人工智慧这个词、AI这个词、Future Intelligence这个词 在1950年代就有了 那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词意味着一个人类长远以来的目标 希望机器可以跟人一样的聪明 在科幻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幻想和期待 但在很缠慢时间里面 人们并不知道怎么做到人工智慧这件事情 不知道要怎么做 直到后来大概1980年代以后 有了机器学习的方法 那机器学习顾名思义 你从名字就可以猜出 它就是让机器具有学习的能力 那所以机器学习跟人工智慧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人工智慧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 而机器学习是想要达成目标的手段 希望机器透过学习的方式 它可以跟人一样聪明 而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有什么关系呢? 深度学习就是机器学习的其中一种方法 那在有深度学习、机器学习之前 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到人工智慧这件事呢? 你想想看我记得高中生物学告诉我们说 生物的行为取决于两件事 一个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不是后天学习的结果 就是先天的本能 所以对机器来说也是一样 它怎么样表现得很有智慧 要么就是透过后天学习的手段 表现得很有智慧 要么就是这是它先天的本能 那机器为什么会有先天的本能? 那个本能就是它的创造者 其实就是人类帮它事先设定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生物的本能 讲一个跟机器学习一点都没有关系 我来讲生物的本能 这个是合理 那合理的特色呢? 就是它会组水坝把水挡起来 但是合理怎么知道要组水坝呢? 合理组水坝的能力呢? 是天生的 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合理它天生 它在实验室里面出生 它没有父母教它怎么组水坝 但是它一生下来 它心里就有一个冲动 就是它想要组水坝 对它真的就是想要组水坝 那如果我们用程式语言来描述它的话 它内介的程式语言是这样的 一辅它听到流水声 它就组水坝直到听不到流水声为止 所以生物学家就可以欺负合理 他就用一个扬声器来播放流水声 那如果它把那个扬声器呢 放在水泥墙里面 然后合理呢 就会在水泥墙上面呢 放很多的树枝 在水泥墙上面租一个体 然后想要把扬声器的声音盖住 如果你把扬声器放在地上 合理呢 就会用数字把它盖住 直到听不到扬声器的声音为止 所以这是生物的本能 那机器的本能跟生物的本能呢 其实也很像 假设有一天你想要做一个chap 如果你不是用分离的方式 你不是用机器学习的方式 而是给它天生的本能的话 那像是什么样子呢 你可能就会在这个chap bar里面 在这个聊天机器人里面设定一些规则 那这些规则我们通常就称之为 handcrafted rule 就是人设定的规则 那假设你今天要设定一个 这个对话机器人 他可以帮你打开 还关掉音乐的话 那你的做法可能是这样 你设定一条规则 就写程式 如果输入了句子里面 看到turn off这个词汇 那chap bar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音乐关掉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你之后对chap bar说 please turn off the music 或can you turn off the music please 他都会帮你把音乐关掉 看起来好像很聪明 人家就会觉得说 嗯 果然这就是人工智慧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欺负那个chap bar的话 你就可以说 please don't turn off the music 但是他还是会把音乐关掉 这是个真实的例子 你可以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类似的chap bar 然后你去真的对他说这种 故意欺负他讲这种话 他其实是会打错的 这不是真实的例子 不要告诉你说 他是哪一家公司的产品 那家公司也是号称他们做了很多AI的东西的 不要告诉你是哪 不要让你发现是哪一家产品 所以免得被告这样 好 那用这个handcrafted raw 有什么样的坏处呢 它的坏处就是 handcrafted raw 你没有办法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 它非常的僵化 而用handcrafted raw 所创造出来的machine 它永远没有办法超过它的创造者 也就是人类 人类想不到的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写规则 你没有写规则 机器就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一个机器如果它只能够按照人类 所设定好的handcrafted raw 它做的行为都是非好 它都没有freestyle的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超越创造它的人类 那你可能会说 但是你好像看到很多chirbar 看起来非常的聪明 这些chirbar 有如果是一个非常大的industry 其实它可以hire 成千上万的工程师 就是engineer 用写汉的方式来建出数以万计的规则 然后让它的机器看起来好像聪明 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这样子建规则的方式反而是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机器学习的发展 对比较小规模的企业反而是比较有利的 因为接下来不需要在hide非常大量的人 来帮你想各式这样的规则 你知道手上有data 你可以让机器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当然怎么collect data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那我知道说因为 AI这个词现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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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正门 所以会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这个现在非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也许可以用以下这个漫画来说明 这是一个四格漫画 而这个漫画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四格漫画 这个漫画是Yang Rockwood有share share在他的Facebook上的漫画 那这个漫画说什么呢 它说现在你一定常常在新闻啊 或者是商场商场这种东西 就有一个sales说 看看我们最新的人工智慧机器人 它就是非常的人工智慧 那要就这种系统呢 要搭配一个能源散道的sales 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巧的前章跟外壳 那里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其他外面的观众就问说 它就是用什么neural的方法做的吗 哦对对对 反正就是最巧的AI的技术就对了 但是有时候你把它破开来看 你把它破开来看 然后里面呢 就通通都是一幅掉出来 但是我觉得 比如说现在我知道说政府啊 企业都说想要推广AI 那有时候他们想要推广的AI 其实是这种 其实是这种AI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 如果你要推广的是这种 如果handcrafted的AI的话 你怎么50年前不推广 一直到今天才突然做的 今天我们要走的不是这个路线 如果是这个路线 它应该是要被递死的 那我们要做的其实是 让机器它有自己学习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machine learning的方向 那如果讲的比较拟人化一点 所谓machine learning的方向就是 你写一个程式 它是非常拟人化的讲法 就比较像是片片麻瓜的讲法 这样子 你就写一个程式 然后让机器呢 变得很聪明 它就能够有学习的能力 接下来呢 你就像教一个婴儿 教一个小孩一样的教他 你并不是写程式 让他做到这些事 你是写程式 让他去有学习的能力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用像教小孩的方式 你只要教他 告诉他说 假设你要教他学会做语音辨识 你要告诉他说 这段声音就是hi 这段声音就是how are you 这段声音就是goodbye 然后希望接下来他就学会了 你给他一段新的声音 他就可以帮你产生语音辨识的结果 或者是如果你希望他学会 怎么做影像辨识的话 你可能不太需要改太多的程式 因为他本身就有学习的能力 你只是需要教他 你就告诉他说 看到这张图片 你要说这是猴子 看到这张图片 你要说是猫 看到这张图片 你就是说是狗 他就具有影像辨识的能力了 接下来看到他没有看过猫 希望他呢 可以认得 这是比较拟人化的说法 如果要讲得更务实一点的话呢 machine learning 做的事情 你可以想成就是在寻找一个function 你要让机器具有一个能力 这个能力是根据你提供给他的资料 他去寻找出我们要寻找的方法 那很多我们关系的问题 都可以想成是我们就是需要一个function 举例来说 语音辨识 在语音辨识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要找一个function 它的输入是声音讯讨 它的输出是语音辨识的文字 这个function非常非常的复杂 有人可能会想说我来用一些写规则的方式 读很多语言学的文献 然后写一堆规则 然后做语音辨识 这件事情60年代就有人做 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来 语音辨识太过复杂 这个function太过的复杂 不是人类所可以写出来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需要凭借着机器的力量 帮我们把这个function找出来 或者是说假设你要做影像辨识 那也就是要找一个function 输入就是一张图片 其实是图片里面的pixel 然后输出就是这张图片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或者是这年头大家都一直在说 alpha go 如果你要做一个可以下围棋的machine的话 其实你需要的也就是找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输入是 围棋上19x19路的棋盘的盘式 你告诉机器说在这19x19棋盘上 哪些位置有黑子 哪些位置有白子 然后机器就告诉你说 接下来下一步应该落字在哪里 或者是你要做聊天机器人 那你需要的也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输入就是使用者的input 它的输出呢 就是机器的回应 那以下我们先很简短的跟大家说明 怎么样找出这个function 找出这个function framewall是什么呢 我们以影像辨识为例 我们要找一个function 输入一张图片 它告诉我们说图片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 在做这件事 它的起手式行 起手式是 你要先准备一个function的set 这个function的set里面 有成千上万的function 这个我们之后会再讲 总之呢 我们先假设你手上有一个function的set 其实这个function的set呢 就叫做model 好 有了这个function的set以后呢 接下来第二步机器要做的事情是 它有一些训练的资料 这些训练资料告诉机器说 一个好的function 它的输入输出应该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告诉机器说呢 现在在这个影像辨识的问题里面 如果看到这个猴子 看到这个猴子的图 你要输出猴子 看到这猫的图叫输出 猫的狗的图叫输出 这样才是对的 只有这些训练资料 机器你拿出一个function 机器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function是好的 还是不好的 机器可以判断一个function 根据训练资料 判断一个function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举例来说 在这个例子里面 显然F1 它比较符合training data的叙述 比较符合training data给我们的知识 所以F1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F2看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function 那以下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task 叫做supervised 这个学习的情境呢 其实叫做supervised 就如果你告诉我们是 function的input和output 那这个叫做supervised 之后我们会讲到其他不同的learning的scenario 那现在机器有办法决定一个function的好坏 然后呢 光能够决定一个function的好坏就不够了 因为在你的function的pro 在functionset里面 它有成千上万的function 它有无穷无尽 几乎是无穷 它有无穷的方法 不可生熟的function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演算法 这个有效率的演算法 可以从function的set里面 挑出最后的function 一个一个function 要衡量它好不好 太花时间了 实际上做不到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演算法 去从function的set里面 挑出一个最好的function 这个最好的function 我们把它写作f-star 找出这个f-star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希望拿它来做一些事情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影像的辨识 输入一张在training data里面没有看过的猫 然后希望它的输出也是猫 那你可能会问说 怎么让机器 就是它学的时候 它没有看过这只猫 那你怎么知道说 在测试的时候 找出来这个最好的functionf-star 可以正确辨识这只猫呢 这个就是 在machine learning 里面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机器有没有 G-130的能力 那这个呢 我们之后再讲 那左边这个部分叫做training 就是学习的过程 右边这个部分叫做testing 就是学好以后 你就可以拿它来做应用 这个是testing 所以在整个machine learning 的framework 里面 整个machine learning 分成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找一个function 定出一个function的set 第二个步骤就是 让我们训可以衡量一个function 是好还是不好 第三个步骤是 让我们训有一个自动的方法 有一个好的演算法 可以挑出最好的方法 所以机器学习到这边 我们就说完了 这样子 也许这种学习的课 也都不需要听了 所以机器学习就是三个步骤 当然这三个步骤 其实异常的简化了整个process 讲说机器学习只有三个步骤 讲说如果我们要把大象塞进冰箱 其实也是三个步骤 这个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怎么把大象塞进冰箱 就是把门打开 把大象赶进去 然后把门关起来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说机器学习只有三个步骤 其实就好像是说 把大象放进冰箱也只需要三个步骤 意思是样的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讲一下说 在这门课里面 你可以学到哪些和machine learning 相关的技术 这个是这学期的learning map 然后看起来是有点复杂的 我们一块一块来解释 我们先从这个图的左上角开始 这个图的左上角是regression 什么是regression regression是一种machine learning的task 当我们说我们要做regression的时候 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要用machine找出来的function 它的输出是一个scanner 是一个数值 是一个real number 这个叫做regression 举例来说 在作业一里面 我们会要你做pn2.5的预测 也就是说你要找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输出呢 就是未来某一个时间 举例来说明天上午的pn2.5 那pn2.5是一个数值 是一个number 所以这个是一个regression 的problem 当然机器要判断说 今天这个function要输出说明天上午的pn2.5 明天上午的pn2.5 你要给它一些资讯 它才能够 它没有办法评工猜出来 你要给它一些额外的资讯 它才能够猜出明天上午的pn2.5 那你给它的资讯呢 可能是今天上午的pn2.5 昨天上午的pn2.5等等 所以这就是一个function 它吃的是我们给它的过去的pn2.5的资料 它输出的是预测未来的pn2.5 那你要训练这种machine 如同我们刚才在machinet的framework里面讲的 你要准备一些训练资料 什么样的训练资料 你就告诉它说 今天根据我们过去的 从政府的open data上所收集下来的资料 9月1号上午的pn2.5是这个样子 9月2号是这个样子 9月3号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个好的function 输入这样子的pn2.5 它应该输出这样的pn2.5 给它9月12号pn2.5 9月13号pn2.5 它应该输出9月14号的pn2.5 你收集到更多这种data 你就可以训练一个可以做气象预报的系统 好刚才讲的是regression 那接下来讲的是transification分类的问题 那这个regression和transification的差别就是 我们要机器输出的东西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在regression里面 机器输出的是一个数值 在transification里面 这一面机器输出的是 假设classification问题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binary的classification 二元的分类 在二元分类里面 我们要让机器输出的就是 是或否 yes或no 那另外一类classification的problem 叫motor class的classification 在motor class的classification里面 其中一个技巧做的事情是 它要做一个选择题 你等于是给它数个选项 每一个选项就是一个类别 它要从数个类别里面 选择正确的类别 这叫motor class的classification 好那我们就为binary和motor class的classification 分别举一个例子 那举例来说 Gmail有做spam filtering这件事 把它自动侦测出垃圾邮件 帮你把它放到垃圾邮件夹里面 那它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的输入就是一封email 那要怎么让一个function 持一个email当作输入 是你要自己想看看的 那这个我们未来再讲 那这个function 持一个email当作输入 它的输出就是 这封email 是垃圾邮件 还是不是垃圾邮件 你要训练这样的function 怎么做 很简单 你就给它一大堆的data 告诉它说 现在输入这封邮件 你应该说它是垃圾邮件 输入这一封邮件 你应该说它不是垃圾邮件 你给它够多的这种资料去学 它就可以自动找出一个 可以侦测垃圾邮件的function 那motor class classification 这边举一个文章分类的例子 现在网路上有非常多的新闻 也许没有人可以把所有的新闻看完 那你希望机器自动帮你把新闻做分类 怎么做呢 你需要的是一个function 它的输入是一则新闻 输出就是这个新闻 属于哪一个类别 你可以想成说 哪一个类别就是一个选项 政治是一个选项 经济是一个选项 体育是一个选项 技巧做的事情就是解这个选择体 你要训练这种机器 你就告诉它说 第一篇文 你就准备很多训练资料 包括这篇文章叫做体育 这篇文章呢 你要选政治 这篇文章你要选财经 然后之后给它新的文章 希望它就可以给你正确的结果 那刚才讲的都是你要去解的任务 再来要讲的是 在解认为的过程中 第一步就是要选一个function set 选不同的function set 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选不同的function set 就是选不同的model 那model很多种 举例来说 最简单的是linear的model 那我们会花很多时间focus在 nonlinear的model上面 那在nonlinear的model里面 其中一个大家最耳熟 今天今日最耳熟能讲的 就是deep learning 那所谓的deep learning的意思是说呢 之后我们会再细讲deep learning的内容 那今天你只要知道说 在做deep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的function是特别复杂的 所以呢 它可以做特别复杂的事 选一来说 它可以做影像的辨识 这个特别复杂function 它可以描述这个pixel 和它的class之间的关系 那你要找这样的function 你就是准备一些训练的资料 给机器去学就可以了 那用deep learning的技术 你也可以让机器呢 学会下围棋 那在下一条这个test里面 下一条这个test 其实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就是一个分类的问题 只是这个分类的问题 我们需要一个很复杂的function 给它的输入是一个棋盘的盘式 那输出呢 就是下一步应该落子的位置 那我们知道说呢 今天一个棋盘上就是有19x19的位置 是你可以落子的 所以今天下围棋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19x19的类别的分类问题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有19x19的选项的选择题 那你要怎么训练机器 让它学会下围棋呢 你要输入 你要收集训练资料 告诉机器说 现在这个function的输入输出 分别应该是什么 看到某样的盘式 我们应该输出什么样的output 那怎么收集这种资料呢 你可以从人类过去下的棋谱里面 收集这样的资料 举例来说 你收集了净藤光和摄青春下的那一盘棋的棋谱 在那一盘棋里面呢 首先这个摄青春初手先下五支五 然后大家就非常的压抑 然后净藤光四手再下天圆 大家又更加压抑 然后摄青春第三手再下五支五 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压抑 所以你有了这样一个棋谱以后呢 你就告诉我们训练说 如果现在棋盘上有人落子在五支五 那下一步你就落子在天圆 如果现在在五支五和天圆都已经有子了 那你就落在 落子在另外一个五支五的位置 然后呢你给他更多的棋谱 他就可以学会怎么下围棋了 那除了Deep Learning以外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他也可以做到 他也是Non-Linear的Model 那如同刚才讲的这学期 会请吴沛源老师呢 来帮我们讲这个SPM 好那刚才我们讲的都是Supervised Learning Supervised Learning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大量的Training Data 这些Training Data告诉我们说 一个我们要找的那个Function 它的Input和Output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个Function的Output啊 我们常叫做Label 所以常会听到说 做机器学习要大量的Label 只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的是Supervised类的技术 我们是要让机器 在Supervised Learning的这种情境下做学习 我们需要告诉机器 Function的Input和Output是什么 那这个Output 往往没有办法用很自然的方式取得 我们必须要凭着人工的力量 把它标注出来 这些Function的Output呢 我们叫做Label 那你要找到这种Label 需要往往需要很大量的Effort 那有没有办法减少Label需要的量呢 那是有办法的 举例来说 在有另外一个Scenario 叫做Semi-Supervised Learning 那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意思是说 举例来说 假设你今天想要让机器 鉴别猫和狗的不同 你想要做一个分类器 输入一张图片 它告诉你说是猫还是狗 你有大量的 你有少量的猫和狗的Label的Data 但是同时你又有大量的Unlabel的Data 你有一大堆猫和狗的图片 但是你没有力气去告诉机器说 哪些是猫哪些是狗 那在Semi-Supervised Learning的技术里面 这些没有Label的Data 它可能也是对学习有帮助的 那这个我们之后会讲说 为什么这些没有Label的Data 对学习会有帮助 那另外一个减少Data用量的方向 是Transfer Learning 所谓的Transfer Learning的意思是说 假设一样我们要做猫和狗的分类问题 我们也一样只有少量的有Label的Data 但是我们现在有大量的Data 这些另外大量的Data 这些大量的Data 它可能有Label 也可能没有Label 但是它跟我们现在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 我们要分辨的是猫和狗的不同 但是你这边有一大堆其他动物的图片 可能还是动画的图片 这个是梁东春日 这个是玉板美琴 你有这一大堆不相干的图片 它到底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帮助 那这个就是Transfer Learning 要讲的问题 那更进阶的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在Unsupervised Learning里面 顾名思义我们就是希望机器学到无私自通 如果在完全没有任何Label的情况下 到底机器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事情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给机器看大量的文章 再去网路上 要实际收集大量的文章很容易 网路上随便爬 八卦吧随便爬一爬就有了 而让机器看过大量的文章以后 它到底可以学到什么事情 它能不能够学会每一个词汇的意思 那要让机器学会每一个词汇的意思 你可以想成是我们要找一个function 然后你把一个词汇丢进去 比如说你把apple丢进这个function里面 机器要输出告诉你说 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 也许它有一个向量来表示 这个词汇的各种不同的特性 不同的attribute 但现在假如是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的问题 你现在只有一大堆的文章 也就是说你只有词汇 你只有function的输入 没有任何的输出 那你到底要怎么解这个问题 或者是我们举另外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的例子 假设我们今天带机器去动物园 让它看一大堆的动物 它能不能够在看了一大堆动物以后 它就学会自己创造一些动物 那这个都是真实的例子 从BMPFail的投影片上载下来的 自己看了大量的动物以后 它就可以自己画一些狗出来 像它画的有眼睛长在身上的狗 还有乳牛狗这样子 那这样的task 它也是一个Unsupervised Learning的法文 你的function的输入呢 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某一个code 它代表了要输出图片的特性 那输出是一张图片 那你给机器看到的 只有非常大量的图片 你只有function的output 没有function的input 在这个情况下 机器怎么学会自己生成新的图片 那这个是我们之后会再cover的问题 好那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讲的是不同的learning的scenario 那在machine learning 在machine要解的任务上 我们讲了regression的部分 讲了transplantation的部分 那其实还有一类的问题 是你比较少听过的 这类的问题呢 叫做structured learning 那什么是structured learning呢 在structured learning里面 我们要机器输出的是一个有结构性的东西 就刚才在regression problem里面 机器输出只是数值 在分类的问题里面 机器只是输出一个选项 它选一个选项 在structured learning problem里面 机器要输出的是一个复杂的物件 举例来说 在语言辨识里面 机器输入是声音讯号 输出是一个句子 那句子是有很多词 会拼凑而成 它是一个有结构性的object 或者是说 在机器翻译里面 你说一句话 要然后呢 你输入中文 你希望机器翻成英文 那机器的输出也是一个句子 这也是有结构性的东西 或者是说 你今天要做的是 比如说人脸辨识 那你给机器看一张图片 他要知道说 最左边这是长门 中间这个是凉公春日 没错 最右边这个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是朝比奈时就流 然后他要把这些东西标出来 这也是一个structured learning的法本 那我知道说 其实多数人可能都听过regression 也听过classification 你可能不见得有听过structured learning 通常教科書 甚至有教科書就直接写说 machine learning就是两个类的问题 regression的problem 还有transportation problem 但是说machine learning只有regression 和transportation problem 就好像告诉你说 这个是我们所熟知的世界 它有五大洲 但事实上这个只是真实的世界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真正的世界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是暗黑大陆 可是我们这辈子永远也到不了的 structured learning就像是暗黑大陆 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是人们还没有探究的 事实上最近有一个很潮的技术叫做bent 它念起来其实更像是个案四身 所以这应该路上常会听到有人 一直讲个案四身 他们其实在讨论这个技术 然后像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structured learning的方法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提到 其实最后还有一个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熟能详的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 它所谓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现在大家都或多或少都知道 至少知道它 就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也知道它是一个很潮的东西 那这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即使是一个发展很久的问题 它绝对不是一个新的技术 那最近会比较受到重视 一开始呢 是因为呢这个deep mind 拿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去玩atari的游戏 去玩一些小游戏 在那些小游戏上呢 可以通电人类 然后他们现在呢 会把他们现在都很厉害的 会把pairer发到nature上面去 另外第二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 就是apadone 我们都知道apadone 里面有用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跟supervised learning的技术 比较起来的话是这个样的 在supervised learning的技术里面 我们会告诉机器正确答案是什么 举例来说 假设你要用supervised的方法 来训练一个聊天机器人 那你的训练方式是这样 你给机器人dana这样 你就告诉机器说 现在使用者说了hello 你就说hi 现在使用者说了bye bye 你就说不怕 所以机器有一个人 当他的家教在他旁边手把手的教他每一件事情 这个是supervised learning 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什么呢 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里面 我们没有告诉机器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机器所拥有的只有一个分数 就是它做的好还是不好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呢 这样要用多存 learning的方法 来训练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话 那他训练的方法会像是这样 你就把机器放到线上 让他呢 跟水电进来的客人对话 然后讲了半天以后呢 最后人就勃然打怒 就把电话挂掉了 那机器就学到一件事情就是 嗯 刚才做错了 他不知道哪边 哪边做错了 他必须要自己回去想一想说到底要如何改进 是一开始就不应该打招呼吗 还是中间不应该骂账话的什么之类的 他不知道 他没有耳朵 他觉得他只知道自己做得不好 他就要回去反省检讨 看看他到底是哪一步做得不好 所以机器要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情况下学习 他是需要比较强的intelligent 所以这个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learning from teacher 机器有老师 老师是会告诉他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那reinforcement learning呢 它是learning from creating 他是从这个评价中去学习的 他只知道他做得好或不好 但他不知道他哪里做得好 他不知道他哪里做得不好 他也没有正确的答案 但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么受到重视就是 它比较符合我们人类真正的学习的情境嘛 对不对 这是你在学校里面的学习 老师倒是有没有问题的答案 这是在真实社会中的学习 你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你只有知道你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而已 如果机器可以做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它确实是比较intelligent 那或者是我们用alpha go 来当作例子的方 下围棋来当作例子的话 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告诉机器说 看到这个盘式你就下五十五 看到这个盘式你就下三三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机器就是分个对手不下 就下了好几百首以后 全部赢了 他就知道说 嗯 这局器下了错 但是到底是哪一 不是关键的 这个 位置让他可以赢 他其实不知道 他只知道赢了 或者是输了 我们知道说 alpha go 其实是用supervised learning 加上 或是能力的办法去学的机器呢 先从起谷 起谷就是他的老师 有起谷就可以做supervised的学习 但起谷不要很多 所以从起谷做supervised的学习以后 接下来呢 他会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让他学得更好 但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需要一个对手 那你说让人来当对手的话 人太慢了 人又没有办法跟机器下很多盘棋 所以机器的对手是另外一个机器 大家都知道说 alpha go 就是自己跟自己下棋 然后不断的进步 但是呢 就是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这个步骤 机器不是跟人下棋 他的对手 是另外一个机器 好 那最后在这个图上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不同的方块 都是由不同的颜色来表示 同样的颜色 代表说呢 今天这个不同的方块 它是指的是同一个类型的事情 这边的蓝色的方块指的是scenario 指的是学习的情境 通常学习的情境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控制的 决定来说 为什么我们要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data做supervised learning 所以我们才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那我知道说reinforcement learning 现在听起来很吵 因为它用在alpha go里面 所以现在什么样的text 你有问到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可以到处乱讲一些什么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alpha go in chip alpha go in dire law 其实就是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技术 就是说啊啊啊 共演什么东西 但是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 哦好像要用reinforcement learning 比较巧 所以之前比如说有学生去面试 然后在公司又问 人家问他说你做什么 他说我这个是一个supervised learning的test 人家说 你怎么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就是比较厉害的 那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要强暴他说 如果我今天可以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test 我其实就不应该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test了 reinforcement learning是我们没有办法做supervised learning的test的时候 我们才做reinforcement learning 不过你也是这样讲 你大概就不会被录取就是了 所以这边是不同的scenario 那不同的scenario 那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 看你的手上有什么样的data 决定你有什么样的scenario 那红色的是指你的task 你要解的问题 那你要解的这个问题 随着你要找的function的output的不同 有regression 有transification 有structure learning structure learning structure learning 就想成不是regression 不是transification的问题 不是structure learning 看简单讲讲就好了 所以今天在不同的情境下 都可以有 你都有可能要解这个test 解这个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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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如果今天在supervised 任何的情况下你有这些test 但是在sevi-supervised 在transfer 在onsupervised 在reporter learning的情况下 你也都需要去解这些test 而最后呢 在这些test里面都有不同的model 或者是不同的方法 这边用绿色的方块来表示 他就解释 他这边的意思是说 同样的test 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它 所以今天supervised learning 它画的比较大块 它里面的东西 在这四个test里面 也都出现 testification 画的比较大块 它里面绿色的这些bar 在这些红色的bar 里面都有出现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不同的技术 它们之间的换结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